大舟看电影 这里暴力横行 没有政府和学校 连最后一间形同虚设的警察局 也即将搬走 这里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 毒贩可以随意在大街上交易 因为根本没人管 这里被称为暴力十三特区 政府为限制毒品和暴力的外延 在街区四周修住了高高的围墙 而就在这样一个街区 却住了一个特别的男人 他叫阿雷 是一个跑酷高手 他有个妹妹罗拉在超市工作 就在这天 阿雷抢了十三区最大毒贩 老塔的一批毒品 足足有四十斤 价值一百万欧元 老塔派手下K2 前来收拾阿雷 是OK 你跟着我 你过来的桌子 我拿到桌子 Ahhh Get the bastard Get it open i know you 伸手矫健的阿雷 凭借敏捷的伸手 跑了 毒贩们只得信信而归 老塔素来心狠手辣 这帮手下可倒了没 好在K2脑瓜转得快 出了个主意 既然阿雷咱们抓不住 但他妹妹罗拉 跑不了 得知妹妹被K2一伙抓走 阿雷单枪匹马闯入毒穴 阿雷压着黑老大阿塔 来到13局最后一间警局 寻求庇护 阿塔的手下随后将这里团团包围 警长一看这阵是哪里干毒 他让阿塔带走了罗拉 并将阿雷关进了牢房 愤怒不已的阿雷 一乞丐将警长闷死 而另一边 在赌场座卧底的警队精英阿光 成功配合警方抓住了赌场老大 老大内心在滴血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最信任的手下出卖 这事儿搁谁谁都闹心 很快阿光又被上司分配了另外一个任务 就在昨天 军队一辆载有中子炸弹的军车在13区被截 有证据显示是阿塔的手下干的 一旦引爆 炸弹周围8公里范围内将会寸草不生 直接死亡人数将达到200万 而且炸弹上装有24小时定时器 很不幸 一小时前 这个倒计时已经被人为开启 上司告诉阿光 如今只剩下了23个小时的时间 显然这次的任务比较棘手 阿光表示 让他独自前往13区拆除炸弹 无异于送死 上司说 这不是请求 这是命令 阿光假扮成囚犯 与阿雷成了难兄难弟 兄弟二人开车 直闯 13区 阿光向黑老大阿塔说出实情 阿塔表示 炸弹你可以拿走 但需要支付2000万 随后让身边的会计 给了阿光一个账号 阿光假装给上司 打了一个电话要钱 然而会计再次查账 却傻了眼 不但2000万没有进账 连同卡里原来的钱 也全部被对方转走 如今账上空空如也 黑老大瞬间成了穷光蛋 气急败后的阿塔 还想发号实力 可惜这帮手下 既然老板没了钱 一个个都翻了脸 众人抬枪将老大打成了马鞋 而此时 阿光和阿雷也找到了炸弹 可就在阿光要准备输入 解除密码的时候 阿雷就及时出手 制止了他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阿雷觉得事有蹊跷 这里既没有学校 也没有邮局 甚至警察局也要搬走 政府为何要往这里运送炸弹 况且解除密码中 也含有B13街区 这很可能是个陷阱 但作为一个军人的阿光 只想到完成任务 所以此刻他并没有理会阿雷 俩人为此大打出手 最终妹妹罗拉出手 将阿光控制住 三人眼睁睁地看着 倒计室清零结束 炸弹没有爆炸 这进一步印证了 阿雷的猜想是对的 阿光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上司不但欺骗了他 还试图将B13区 移为平地 之后阿雷和阿光带人 闯进了上司办公室 他们假装要输入密码 当场解除炸弹 情急之下 上司不得不说出了真相 原来上司认为 现在B13区 完全是个法外之地 这里毒品暴力横行 一直在消耗着纳税人的资源 所以这次他打算 用这种最简单暴力的方式 扫出这个区域 只不过上司没想到 他的一番话 已经被窗外的摄像机 完整记录了下来 还被传到了电视上 这下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不久 政府开始有计划地 拆除B13区的隔离高墙 并且在这里将陆续设立 学校 医院和警局 而阿雷兄妹 也要回到了B13区 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这是旅客被送监制的 又一部法国动作片 不同于成龙和吴宇森的电影 该片的表现手法和场景设置 令人印象深刻而无一心 难得的是片中如此牛的纵越陶冶 打斗 居然都不是特技 这是一项的的确确存在的极限运动 因为本片的两个男主人公 阿雷和阿光 是现实中真正的跑步运动员 绝对是动作片爱好者 值得一看的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